这新消息马上来看到是以花美男形象走红亚洲的寒流小天王张根硕 9月1号将会来到台湾举行个人演唱会 而在今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已经事先抵达桃源机场 而现场也聚集了超过300位的粉丝守候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刘哲军为大家报道最新状况 好的主播我们可以看到韩兴张根硕的班机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抵达了桃源机场 他穿着粉色的西装外套外加白色短裤 脖子上面还别了一个小的蝴蝶结显得十分的帅气 记者朋友在跟他提到小笼包的时候他还竖起大拇指直说好吃 这次会来台湾主要是因为在9月1号在台北小巨蛋要举行个人的演唱会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出关立刻被现场超过300位的粉丝包围 他们一见到张根硕甚至突破了现场的封锁线 就是想要跟心目中的偶像来握手 那张根硕也展现了十足的亲和力 不断的跟歌迷朋友来打招呼甚至停留脚步 那粉丝几乎要把现场给塞爆了 根据了解呢其实张根硕已经来台了非常多次 之前演唱会的门票也是屡创新高 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8月中的开卖消息才刚发布 就已经售出了八成的门票 可以看出他的人气实在非常高 那么经过短暂的停留之后 他也立刻离开了机场前往下榻的饭店 也就是为9月1号的演唱会来做准备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主播 好 谢哲君的连线报道 看得出来粉丝们都是非常的疯狂来追星